议员王宏威服务处接获了恐吓电话 那么警方寻线追查 在昨天晚间火速在高雄逮到菜姓男子盗案 并且将他带回台北信义分局侦办 继续交给记者吴亦轩 为什么要恐吓议员有什么目的吗 是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脱戴鸭舌帽的男子 在北市行代远景押送之下 走入台北信义分局 他就是打恐吓电话给议员王宏威 说要让他吃子弹的菜姓男子 七号晚间八点多在高雄落网 王宏威最近参与立委补选 猛打对手吴亦农 和黑道关系密不可分 没想到办公室就接到恐吓电话 说如果再弄黑道 有可能会开枪 警方透露打进办公室的室内电话 没显示来电号码 调阅通电记录后 追查号码和恐吓者身份 最后在高雄三明区 锁定在餐厅打工的65岁赛西男子 并将他从高雄带回台北侦办 现场查扣行动电话移植 他之前就因为缴费问题 恐吓过电信公司员工 出不调查没有帮派背景 男子公称 常看正论节目 因为不满王宏威的发言内容 一时气愤 才会在家打电话恐吓 讯用将因恐吓最嫌 移送检方侦办 以上最新主播 感谢观看